星期二兩個少年在北角一個彈床樂園玩跳彈床時撞到 其中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頭部受傷流血要戴頸箍及氧氣罩 另一個十四歲外籍少年就撞傷鎖骨 彈床樂園發言人回封我們時說 事發時兩個人在同一張彈床上跳躍 正調查意外的前因後果希望兩個客人早一康復 跳彈床在外國很流行 可以有助加強心肺強盜適合大人和小朋友玩